时光咖啡厅 一位穿着嫩粉色包庇裙 踢着大波浪长发的女人 优雅地推门而入 她的高跟鞋在地板上 敲击出悦耳的节奏 仿佛在诉说着 她的自信与魅力 她摘下墨镜 目光扫过整个咖啡厅 很快 她的目标锁定在靠窗的位置 嘴角微微扬起 带着一抹优雅的微笑 她迈着自信的步伐 朝着目标走去 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后 她轻轻地整理了一下裙摆 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张单子 潇洒地拍在桌子上 愣小姐 我怀了你老公的孩子 语气中充满了挑衅和傲慢 坐在她对面的冷膝 轻轻地拿起面前的咖啡 用唇角抿了一口 随后平静地抬起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李小姐 请称呼我持夫人 李翘嘴角轻蔑一笑 再次说道 冷小姐 我可怀了你老公的孩子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冷膝微笑回应 眼神平静 你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吗 李翘挑衅地问 意味着什么 冷膝依旧笑容不减 你即将被赶出持家 而我将成为新的持夫人 李翘得意地嘲讽道 持肖知道吗 冷膝一律地询问 李翘稍作停顿 随后回答 持总自然是知晓的 只是他给你留些颜面 让我告诉你 希望你能够主动退出 原来如此 冷膝微微汗手 一副了然的模样 李翘看着他 嘴角勾起一抹得意地笑 开口道 冷小姐 实时误者为俊杰 冷膝愣了愣 随即笑意盈盈地回应道 李小姐 我虽才输学浅 但看在你为我考虑的份上 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 说着 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份文件 轻放在桌上 推向李翘的方向 李翘疑惑地瞥了他一眼 伸手拿起了文件 一翻开 他的双眼立刻瞪大 不可置信地惊呼道 这怎么可能 李小姐 我这个正牌妻子 还没有怀孕 你怎么可能 怀上他的孩子呢 冷膝微笑着质疑 你骗我 池总他根本不屑于碰你 李翘激动地反驳 李小姐 你在池肖身边 做了三年的秘书 我想你应该 比我这个正牌的妻子 更了解他 他的风流在上流社会 可是出了名的 他身边的女人 多如牛毛 可没有一个人能怀孕 唯独你 冷膝的语气里 充满了无奈和不解 不 这不可能 李翘无法置信地摇着头 他猛地站起 脚步不稳地 向门外冲去 冷膝的唇脚 勾勒出一个微妙的弧度 他刚要触碰那份文件 却被突如其来的手 抢先一步拿走 他愣住了 抬起头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 迟膝扫了一眼文件的内容 然后抬起头 目光伶俐地看向冷膝 咬牙切齿地说道 冷膝 冷膝如梦初醒 迅速调整情绪 绽放出一抹娇俏的笑容 大少爷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以后可别再祸害身边的人了 迟膝的眉头紧皱 脸色阴郁 他盯着冷膝说 看来你过得太安逸了 是时候给你找点事做了 你要干什么 冷膝猛地站起身 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你来验证一下这个 迟膝将文件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呵呵 大少爷 你还是找别人去实践吧 我可不奉陪了 冷膝拿起包包 转身就向门外跑去 冷膝 你给我站住 迟膝看着那飞快奔出去的身影 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 他居然敢说他生理有缺陷 哎呦 冷膝捂着额头 泪眼朦胧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男人 周折恭敬地提醒道 夫人 池总叫您 你能不能当作没看见我 冷膝略带埋怨地说道 周折却挡住了他的去路 伸出手示意 他停下 冷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转身看向迟膝 他正推着轮椅 缓缓向他靠近 怎么不继续跑了 迟膝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冰冷 冷膝翻了个白眼 脸上却挤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老公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怎么没看见你 说着 他一下子坐在了迟膝的腿上 双臂直接揽上了他的脖子 眨巴着大眼睛 迟膝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半嗓 他伸出手掐住他的下额 迫使他与他对视 冷膝 你不去当演员可惜了 老公 你在说什么呀 兮兮听不懂 他一脸茫然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不懂吗 老公教你 迟膝脸上 瞬间戴上一抹邪恶的笑 低头下去 唇即将落在冷膝的唇上时 他猛然一躲 凑近他的耳边 低语一声 迟膝整个人呆愣在原地 冷膝从他的身上站起身 一脸认真地说道 大少爷 这是你欠我的 话落 他转身就朝着茫茫人海中走去 许久 冷膝站在路口 他仰头看着天空 泪水一滴滴从脸庞滑落下来 半年前 在宽敞的书房中 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回荡 爸 您刚说什么 冷膝坐在沙发上 目光如炬地盯着坐在书桌后的男人 西西 爸爸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公司 爸爸只能找一个能接受公司的人 冷肖天回避着女儿的目光 不敢与他对视 冷膝注视着父亲 眉头深锁 西西 就听你爸爸的吧 周琴坐在沙发 另一端插话道 妈 我有男朋友了 冷膝突然开口 周琴顿了一下 然后说道 西西 忘记他吧 如果他真的喜欢你 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三年 连一个电话都没有给你打过 妈 你怎么能让我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呢 冷膝满脸困惑地望着母亲周琴 西西 周琴刚要开口 就被冷肖天打断 好了 女儿不愿意 那就算了 肖天 那怎么行 公司 周琴说到这里突然停顿了 不要再说了 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 冷肖天疲惫地揉着眉心 爸妈 公司是不是出事了 冷心敏感地察觉到 事情不对劲 盲问道 公司一大半的股份 被钱瑞掌握了 周琴缓缓地说 怎么会这样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冷膝从沙发上站起来 激动地问 兮兮 不要再问了 爸妈也老了 该享受轻浮了 冷肖天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冷膝看着咬了咬唇 开口 爸 妈 我嫁 冷肖天和周琴同时愣住 心房内 冷膝独自呆愣坐在床边 满心无奈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婚礼会这个样子 持家的大少爷 双腿残疾 面部猙獰 整场婚礼都如阎罗般肃穆恐怖 冷膝被他的气息压抑得几乎窒息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这个男人 如今却是他的合法丈夫 以后他该如何与这样的他共处一世 他的心此刻乱如麻 忧虑与迷茫交织在一起 陷入深深的沉思 忽然 门口处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 紧随着门飞被缓缓推开 伴随着轮椅压过地板的声音 冷膝闻声抬头 一眼望去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那张疤痕交错的脸孔 如同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 令人心计 你叫冷膝 迟霄坐在轮椅上 目光如具般紧紧盯着床上的女子 声音中透着一股阴冷的寒意 是的 冷膝双手紧握 局促不安地坐在床边 整个人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 听说你非要嫁给我 迟霄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 冷膝愣住 双眸中闪烁着犹豫的光芒 过了几秒钟 她才微微颤抖着点了点头 过来 迟霄的命令简洁而有力 干什么 冷膝的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疑惑 你说呢 迟霄的目光紧紧盯着她 深邃的黑眸中闪烁着某种难以名状的光芒 冷膝缓缓地站起了身 小心翼翼地向她靠近 大少爷 迟霄看着她谨慎的样子 嘴角勾起一抹完美的笑容 眼中闪过一丝脚霞 突然 她伸出长臂 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冷膝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挣扎着 放开我 迟霄轻轻地托起她的下额 眼神深邃而坚定 迫使她直视她的双眼 冷膝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怎么 害怕了 迟霄的声音 冷漠而带着一丝失落 冷膝摇了摇头 你不害怕 为什么要闭上眼睛 看着她因为疼痛而皱起眉 她的手稍微放松了一些力度 我 我还不太适应 她细弱闻吟地回应道 迟霄 那双如繁星般的毛子 紧紧盯着她精致的面旁 冷息鼓足了勇气 挣脱她的前置 深吸一口气 勇敢地与她对视 大少爷 我们有必要谈谈 谈谈 迟霄的脸上写满了疑惑 你 是不是并不想娶我 冷息鼓起勇气发问 迟霄看着她 没有说话 其实 我不想嫁给你 冷息坦然地说 哦 大少爷 你可以派人去查 我有男朋友 只是他因为某些原因 暂时离开了我 我相信 他一定会回来的 冷息的语气中 透露出坚定 那又如何 迟霄挑了挑眉 我爸的公司 遇到了一些困难 我希望大少爷 能帮帮我爸 我可以在人前 做一个贤惠的妻子 帮你挡掉那些 闲言碎语 冷息认真的承诺 闲言碎语 迟霄的脸上 忽然掠过一抹 邪恶的笑意 大少爷 您鸣声在外 身边总是围绕着 众多美女 难道大少爷 愿意放弃 那一片繁华的花海吗 他眼角微挑 话语中带着一丝挑衅 迟霄的眼神 瞬间变得凌厉 语气冰冷地问道 你也是这么看待我的吗 冷息轻轻点头 眼眸低垂 迟霄冷笑一声 再次捏住他的下巴 凝视良久 缓缓开口 看来 你的男朋友 不会来找你了 冷息一愣 心头涌起莫名的悲凉 下一刻 冷息只觉肩膀一凉 回过神来 迟霄已扯开他衣服的一脚 他挣扎着喊道 大少爷 请住手 迟霄却像未听见一般 将他紧紧禁锢在怀里 猛然俯身吻上他的唇 冷息感到 唇上传来刺痛 还有那淡淡的血腥味 冷息 记住 你既然选择嫁给我 就是我的妻子 若你敢背叛我 后果你懂的 迟霄放开他 在他耳边 留下冰冷的警告 冷息听着他的话 心如寒冰 他眼中闪过一抹倔强 就算我背叛了你 你又待如何 他故意瞥了一眼他的腿 迟霄一愣 然后哑然失笑 没想到眼前的小女人 还是一只小刺猬 他轻抚他的脸庞 嘴角微挑 你要明白 你永远无法和你的男朋友在一起 冷息身子一颤 瞪大眼看着他 不 他会来找我的 就算他来了 又如何 你已是别人的妻子 迟霄的嘴角勾起一丝嘲讽 我可以选择离婚 冷息不服输地反驳 哪个男人能接受自己的女人 曾是别人的妻子 迟霄的语气冷漠而坚定 这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婚姻 冷息试图解释 却被迟霄打断 你太天真了 话音刚落 他将她狠狠扔在床上 你冷息脸色苍白 只来得及张开口说出一个字 随后就被迟霄的唇堵住了一切 冷息在无力挣扎中 承受着她的重量 她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 这时 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不过是个二手祸 这个声音就像一把尖锐的刀 无情地刺入她的心中 啪的一声 迟霄愣住了 她看着身下的冷息 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她的眼睛像两团燃烧的火焰 怒视着她 迟霄的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她凑近冷息的耳边 轻声说道 记住 我可不是什么好人 说完 她翻身躺在了她身边 冷息呆呆地看着某处 她的心如同被冰冷的匕首刺重一般 疼痛无比 她眼中的光芒渐渐暗淡下来 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第二天清晨 冷息从睡梦中苏醒 床边的另一侧早已经冰凉 她缓缓坐起 许久 她才从床上起身 走向卫生间 洗漱 冷息从楼梯上走下来 突然 一阵不满的声音 打破了早晨的宁静 作为池家的媳妇 这么晚才起床 冷息看过去 只见池夫人正推着池霄 从餐厅里出来 妈 冷息喊了一声 池夫人却只是淡淡地瞟了她一眼 轻蔑地冷哼道 池家每天早上七点吃饭 你起来晚了 早餐已经撤掉了 冷息愣住 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失落 楚在那干什么 过来伺候池霄 池夫人松开轮椅 傲然越过冷息 朝着楼上走去 嫁进来前 没有人告诉你 怎么做池家媳妇吗 池霄抬眸 看向处在原地的人 闻言 冷息一致 然后 冷笑一声 我是池家的媳妇 不是池家的佣人 池霄勾了勾唇 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她 扮上 她开口 周哲 去公司 是 池总 周哲突然从角落里走出来 走到池霄的身后 推着轮椅 朝着门口走去 冷息狠狠地瞪了一眼 池霄的背影 这一大早上 她被池夫人数落了不说 还遭受新婚丈夫的讽刺 她好歹也是冷家的大小姐 是父母的宝贝女儿 她何尝受过这种气了 不吃就不吃 还饿着我不成了 话落 她也朝着外面走去 冷息在外面 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天 直到傍晚时分 才拖着疲惫的步伐 回到了池家 一进门 池夫人不满的眼神 就迎面扑来 她冷冷地瞪着冷息 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责备 你还知道回来啊 冷息被池夫人的态度 吓了一跳 但她还是保持着礼貌和耐心 温文尔雅地回答道 既然我嫁入池家 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当然应该回来了 池夫人沉着脸看着她 语气更加严厉 从明天起 你不准离开池家半步 冷息愣住了 不解地问 为什么 池霄腿脚不便 你在家里照顾她 池夫人冷冷地回答 妈 我不是池家的庸人 冷息反驳道 你是她的妻子 池夫人的话语 像一把尖锐的刀 直指冷息的心脏 她顿时哑口无言 半赏才艰难地开口 她要是上班 我也要照顾她吗 你只负责在家里照顾池霄 池夫人毫不留情地回答 让冷息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 话落 池夫人转身朝着楼上走去 这时 餐厅内传出轮椅的声音 冷息转身看去 池霄面无表情地被庸人推了出来 她立刻迎了上去 接过轮椅 站在池霄身后 微笑着问道 大少爷 请问您要去哪里 池霄瞥了她一眼 淡淡地说道 书房 冷息立刻应了一声 将她推进了电梯里 将池霄推入书房后 她便转身离去 走进了隔壁的卧室 这时 她的手机铃声响起 她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后接听 汐汐 你还好吧 周琴担忧地声音传来 妈 我很好 您别担心 冷息轻声安慰 细细 你跟池霄提过 咱们家公司的事情吗 周琴谨慎地问道 冷息瞬间愣住 昨天她曾提及此事 但遭到了池霄的打断 她稍作犹豫 随后轻声回应 妈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这样啊 周琴似乎有些失望 妈 一会儿等迟香忙完 我问一下 冷息开口道 哦 那好 希希 妈其实 周琴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冷息温柔地打断 妈 我是您的女儿 这是我应该做的 周琴顿住 希希 爸爸妈妈希望你幸福 妈 我会的 冷息轻轻地挂断了电话 眼角滑落一滴泪 失去她以后 对于她来说和谁结婚都一样 第二天清晨 冷息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已经错过了早餐时间 她慵懒地躺在床上 享受着这份难得的闲事 直到接近中午时分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大少奶奶 是庸人小琴的声音 进来 冷息已靠在床头 轻声回应 小琴推门而入 看到床上的冷息 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忙说道 大少奶奶 您还没起床吗 老夫人已经在等您了 冷息皱了皱眉 心中生出一丝疑惑 老夫人 她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琴有些紧张地提醒道 大少奶奶 您赶紧起床吧 老夫人叫您过去 要是让她知道 您刚起床 她又该生气了 冷息愣住了 小琴 老夫人的脾气 一直都这样吗 小琴沉默了片刻 才开口道 我来这里只有两年 在我印象里 老夫人一直都是这样 不过 听家里的老人说 老夫人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自从大少爷出世后 她的脾气就变得越来越暴躁了 小琴 池董事长在哪呢 冷息带着一丝疑惑问道 在婚礼当天 她并未有机会 与池董事长相见 而这两天里 她也没能一睹 这位公公的风采 小琴的脸色微微一变 她连忙开口道 大少奶奶 你千万别在老夫人面前提起老爷呀 这是为何 冷息的好奇心被挑了起来 老爷一直都住在姚夫人那里 小琴回答道 姚夫人是谁 冷息继续追问 姚夫人跟随老爷已有二十余年 二少爷正是姚夫人的亲生儿子 但是 二少爷自幼就被老夫人夺走抚养 待他长大后 他便回到了姚夫人身边 连带着老爷也一同住过去了 冷息呆愣在那里 他的公共 竟有着如此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里 池董事长一直以深情男人的形象示人 无人知晓 他曾有过外遇 而姚夫人与他的关系 更是深藏不露 大少奶奶 您赶紧下去吧 别让老夫人等急了 小琴一脸地着急 哦 就来 说着 他下床奔向卫生间 快速地洗了把脸 跟着小琴下楼 外面的食物不安全 你去给池箫送饭 池夫人冷冷地开口道 送饭 冷膝呆愣住 怎么 你不想去 池夫人看向他 冷膝眼睛转了下 回道 去 我去 冷膝提着饭盒离开池家 池氏集团 池总 这是您要的文件 李翘推门走进来 娇柔地开口道 嗯 放在这里吧 池箫满手工作 连头都没有抬 许久 感觉眼前的人并没有离开 他抬起头 看向李翘 还有事吗 池总 您为什么要结婚呢 他小脸微微沉了下来 语气中充满了委屈 池箫嘴角勾起 怎么 我结婚了 你吃醋了 当然了 李翘越过桌子 顺势滑进他的怀里 搂住他的脖子 池箫单手 怀上他的腰 笑咪咪道 知道我结婚了 还来勾引我 池总李翘嘟囔着嘴道 池箫掐了掐他的脸 在他耳边低语着 李翘脸瞬间红了起来 池总 你真坏 突然 办公室的门 从外面被推开 冷惜站在门口 他的眼神 在看到纠缠着的两个人时 明显愣了一下 他迅速地关上门 似乎想要逃避这一幕 然而 门刚刚关上 他又犹豫地推开门 坚定地走了进来 抱歉打扰了 大少爷 您的饭我给您送来了 他提着饭盒 他走到办公桌前 将饭盒放在桌子上 对眼前的事情 仿佛毫无在意 池箫看到冷惜时 眼神便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 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他嘴角上扬 绽放出迷人的笑容 对冷惜时说 亲爱的 你怎么来了 同时 他的手还放在李翘的腰上 冷惜时听到这话 脸上立刻绽放出绚烂的笑容 回答说 老公 我给你送饭呀 随后 他的目光落在李翘身上 仔细打量着他 假装惊讶地说 老公 你的眼光 怎么越来越差了呀 李翘的脸色 微微一变 他朝池箫身上靠了靠 似乎在寻求他的庇护 池箫嘴角再次勾起一抹微笑 轻轻拍了拍李翘的肩膀 提醒他 李秘书现在是上班时间 李翘一愣 随即从池箫身上离开 低头匆匆离去 冷惜时瞥了一眼池箫 然后面无表情地走向门口 池箫叫住了他 站住 冷惜时停下脚步 转身冷冷地问道 干什么 他的语气中透露出明显的不满 池箫被他的冰冷语气 刺得有些猝不及防 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冷惜用下巴 示意了一下手中的饭盒 说道 你妈让我给你送饭的 我妈让你来的 池箫愣住了 当然 要不然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冷惜时冷哼一声 吃饭了吗 池箫推动着轮椅 缓缓朝着沙发行去 早就吃过了 冷惜时回答道 听到他的回答 池箫转过头 用锐利的目光瞟了他一眼 命令道 把饭盒拿过来 你自己没长手啊 冷惜时反驳道 脸上写满了不屑 池箫的眉头微醋 他推动着轮椅 缓缓走向办公桌 拿起饭盒 然后再次转身 向沙发前进 他的动作流畅而富有力量 过来 冷惜的嘴角一撇 他显然不太情愿地走向他 坐在了他的对面 池箫打开饭盒 细心地将饭菜一一端出 然后递给冷惜一双筷子 吃饭 这是你的饭 警惕地看着他 池箫的眼眸微微眯起 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 我怕你下毒 冷惜的嘴角一抽 接过筷子 开始逐一品尝这些饭菜 品尝完毕后 他抬起头 直视着他 我都吃过了 脏了 迟消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不悦 这时 冷惜的肚子 在这不合时宜的咕噜叫了一声 他的脸颊微微泛红 但很快恢复了镇定 拿起筷子 继续用餐 他嘴角带着一丝细血和挑衅的微笑 既然大少爷觉得食物脏了 扔掉又太浪费 那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替你解决掉了 迟消看着他这副模样 冷冷地说 吃完饭之后 记得给我订一份餐 你不是不订外卖吗 冷惜抬起头 好奇地望着他 迟消瞥了他一眼 毫不客气地转动着轮椅 往办公桌的方向驶去 带然道 你把我那份吃了 我现在吃什么 冷惜愣了一下 眼珠子转了转 回答道 好的 大少爷 迟消轻转过头 目光在他身上稍作停留 嘴角勾起一抹微妙的弧度 餐后 冷惜离开办公室 直到下班前一小时 才悠闲地夺步而归 大少爷 您的外卖已到 他轻轻将食物放在桌上 迟消却连眼皮都未抬 只顾埋头与手头的工作 冷惜不甘示弱地回瞪一眼 随后便慵懒地躺倒在沙发上 在半梦半醒之间 他听到了迟消的声音 仿佛是从云端飘来 他缓缓睁开双眼 望向他 回家了 他说道 语气柔和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他应了一声 揉了揉朦胧的眼睛 站起身来 突然 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的外卖上 咦 你怎么没吃 迟消停下轮椅 转头看向他 这是你特意给我买的午饭 冷戏愣了一下 脸上浮现出一丝尴尬的笑意 那个 人家不是没有车吗 你的口味又那么挑剔 我只能去集团旗下的酒店订餐 一来一回 需要很长时间呢 池室的酒店就在对面 你这走的天路 迟消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的小心思 呀 大少爷 快回家吧 要不然过了饭点了 我们吃不上饭了 他忙走到他身后 推着他朝着门口走去 自那天起 冷戏便担负起了 为迟消送餐的职责 每餐之后 他总会找借口出门 然后在迟消下班之前 准时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两人一同回家 在这期间 他曾两次接到母亲的来电 在经过数日的犹豫后 他终于鼓足了勇气 对着迟消轻声问道 大少爷 您吃饱了吗 他的脸上满是殷勤 迟消的手在那一刻停了下来 他抬起深邃的眼眸 与冷戏对视 轻起薄唇 他淡然问道 有事吗 冷戏咬了咬下唇 内心挣扎后 终于鼓起勇气道 你能帮帮我父亲的公司吗 迟消没有立刻回答 他继续保持着优雅的进餐姿势 慢条斯理地品尝着面前的美食 冷戏焦急地看着他 双手紧张地握在一起 直到他轻轻放下筷子 然后他抽了一张纸巾 递给冷戏 看你表现 冷戏愣住了 有些茫然地望着迟消 我表现得不好吗 迟消瞥了他一眼 不以为意地反问 你说呢 冷戏立刻反应过来 我表现得很好啊 天天给你送饭 迟消突然停顿了一下 他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 然后缓缓下移 落在了他的脖梗处 再继续往下 冷戏的小脸 瞬间泛起淡淡的飞红 他垂下头 声音微弱地开口道 我可以 你能帮我父亲的公司吗 迟消收回了他的目光 语气淡然地说道 你不是在等你男朋友吗 可是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冷戏回道 他们结婚这么长时间 只有新婚业那次 之后 他们之间仿佛楚河汉界 未曾逾越 迟消沉声道 不再理会他 冷戏紧紧抿着唇 两人之间的氛围 变得异常微妙 冷戏再也没有 向迟消开口请求过 而迟消对于他的请求 仿佛置若罔闻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 有一天 冷戏突然收到 闺蜜发过来的快递 拆开包裹 里面是一张不韵证明 他顿时如遭雷击 呆立在原地 急忙拨通闺蜜的电话 疑惑地问道 这是什么用意 给你准备的 以防万一呀 闺蜜在电话那头 轻描淡写地回答 你是不是在国外 过得太无聊了 冷戏眉头紧皱 他弄什么不好 偏要弄一份 迟消的不韵证明 不 我活得多姿多彩 我家那位 换女人比换衣服还勤快 每隔几天 就有女人 拿着怀孕单子来挑衅 我才不会让她得逞呢 闺蜜语气里满是坚决 冷戏无言以对 好了 不和你多说了 我家那位回来了 电话那头 传来闺蜜匆忙地挂断声 冷戏拿起不韵证明 刚要撕碎 却又炖 然后将纸折叠好 放在包里 大上奶奶 擦好了 就来 冷戏推开门 端着饭盒进入办公室 却发现迟消并未在 她轻柔地将饭盒放在桌上 随后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躲起不来 显得颇为无聊 两久后 她坐在办公桌后 翻阅着桌上的文件 看着眼前的密密麻麻的字 她的眉头不禁微微皱起 她放下文件 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桌子上 燕台吸引了她的目光 她好奇地伸手抚摸 发现燕台是镶嵌在桌子上 她来回着把玩着 忽然 她的手指碰到了一个小凸起 她用力地按了下 随后 身后的墙面缓缓开启 冷戏吓了一跳 盲站起身 犹豫了下 走进去 当看见里的摆设时 她整个人僵在原地 突然 一阵银铃般的声音 打破了周围的宁静 一个小女孩对她的妈妈说 妈妈 你看 那位姐姐好像在哭哦 女人侧目看了看冷戏 解释道 可能是姐姐遇到了一些难过的事情 小女孩一脸纯真的问 妈妈 什么是难过的事情呀 女人思索了一下 温柔地回答 可能是找不到爸爸妈妈 或者是失去了心爱的人 声音随着她的步伐 逐渐消失在空气中 冷戏回过神来 抬眼望向那对母女 小女孩发现 她正在看自己 便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冷戏的心 被这笑容温暖了一下 然而 正当此时 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她转过身 发现迟消 已经站在了她的面前 那个本应坐在轮椅上的人 现在已挺直了身躯 脸上的疤痕 也消失无踪 但那张脸 已经不再是她曾经熟悉的模样 熙熙迟消深情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冷戏看着她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最终溢出了眼角 她的内心在挣扎 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挡住情感的冲击 她扑进了迟消的怀里 气不成声道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突然消失 为什么成了迟家的大少爷 这些问题像一把刀 狠狠地刺入了她的心 我原本就是持家的大少爷 迟消将她拥进怀里 缓缓地开口 在她十岁的时候 父亲有了外遇 母亲怕她受影响 直接将她送去国外 为了隐藏持家人的身份 她改了名字 随了母亲的姓氏叫周易 三年前 她接到母亲的电话 父亲执意要与她离婚 将池氏集团的一切 交给了姚夫人和她那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池臣 池霄当时就怒了 母亲为了维护父亲的形象 忍气吞声半辈子 父亲竟然一点不念 这么多年夫妻之情 要将母亲扫地出门 于是 她匆匆买了飞机票回国 而等待着她的 竟然是一场阴谋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她的父亲竟然纵容 她另外一个儿子伤害她 那场车祸 几乎让她走到了生命的边缘 她在病床上痛苦挣扎 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她不敢联系冷息 她怕她会嫌弃她 而她一个残废的人 怎么能配上她那样一个 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她几乎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但是每当看到母亲悲伤的泪水 她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痛 她知道 为了母亲 为了自己 她不能就这样倒下 必须站起来 于是 在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与努力后 她终于走出了病床 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为了报复 她依然以残障人士面对众人 她的父亲最注重形象 她就从这里下手 进入池氏集团 她要将她父亲手中的权力 一点点瓦解 娶冷息是一个意外 冷家公司内部出现了异样 冷肖天为了让池氏投资 将女儿献了出来 当时 她是拒绝的 但是母亲却让她接受 小肖 你真的想将自己心爱的人 推进别人的怀里 池肖愣住 冷肖天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姻 才能将公司起死回生 你不接受 自会有人接受 她沉默了 最终同意母亲的意见 将冷息取进来 池肖 你这个大坏蛋 你为什么不和我坦白 你知道吗 当你碰我的时候 我有多么伤心 冷息一拳拳地打在她的身上 我知道 所以之后 我就再也不敢碰你 池肖回道 那你现在 汐汐 选拳着全在你手中 冷息放开她 沉思了片刻 我选择做池夫人 池肖眼神柔柔地看着她 你妈 不会对我那么苛刻了吧 冷息问道 她是为你好 你作为那个不招人待见的 池家媳妇 他们是不敢 对你怎样的 实际上 我妈很喜欢你 为了你 她不得不做个恶婆婆 池肖细心地解释道 看在你们如此可怜的份上 本小姐就原谅你们了 冷息俏皮地回应道 脸上带着一丝捉弄的微笑 汐汐 委屈你了 池肖抚摸着她的脸庞 满怀歉意 只要你不再将我拒之门外 不再突然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哪怕再多的委屈 我也能忍受 她坚定地注视着她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池肖难难道 自此之后 池肖身边的女人如 过眼云烟般络绎不绝 各种向冷息挑衅的场面 屡见不鲜 然而 冷息总能用她那巧妙的手法 将她们一一打发 池肖那放荡不羁的公子哥儿形象 在上流社会中如同烈火燎原 愈发蔓延 池董事长 因对她的戒备之心 见生懈怠 对她的监控 也开始有所松懈 哎呀 老公 你就这么对我放心 冷息拿过桌上的笔 签下她的大名 池肖嘴角上扬 眼神中闪烁着宠溺的光芒 冷小姐 从今往后 我就得依靠你了 放心吧 看在你是我肚子里孩子爹的份上 本小姐会赏你口饭吃 冷息大言不惭道 半个月后 池肖以身体不适 退出了池氏集团总经理的身份 随后 另一家公司迅速崛起 池老夫人提出了离婚申请 将池董事长那些年在外的风流运势 以及私生子之秘 全部毫无保留地揭示于事 池董事长那曾让人肃然起敬的男性形象 如今已如沙宝般崩塌 随之而来的是公司内外的各种困扰和麻烦 姚夫人与池臣 这对母子 被人厌弃 他们的存在仿佛成为了世人的笑柄 妈 怎么样了 冷息眼神关切地注视着走进来的池肖 轻声询问 还好吧 池肖在他身边坐下 妈真是个可怜的人 竟然爱上了你父亲那样薄情的人 冷息咬了一口手中的苹果 语气中带着一丝怨气 池肖皱了下眉 未雨 池肖的眉头微皱 没有说话 冷息转过头 直视着他 池肖受不了他的眼神 将他拥入怀中 放心 我不会像他那样无情 冷息撇撇了嘴 你不相信我 池肖挑起眉梢 看你表现了 冷息将他曾经对他的话还给了他 池肖无奈地揉了揉他的头发 数月后 池氏集团轰然倒塌 池董事长身陷淋雨 而另一边 冷息在产房内经历着痛苦的分娩 之后 一个可爱的小女婴出生